好,因為這邊有火焰,所以它基本上身上這一區應該是偏黃的 所以那個 有個問題就是我們的 Photo Filter其實是不應該弄到這個 角色身上的 所以你會看到現在這個Photo Filter它的 遮瑟片呢,我應該要刷黑色在它的身上 所以我看它的流量 跟不透明度都是100,OK開始刷 我現在基本上就是要把它還原成比較偏黃的色調 然後這個翅膀可能這一區我現在把它調成流量是一半 好了 可以這樣子把它刷回來 好,再來這邊我再 調更低一點,這邊再刷一下 好,那現在呢,就 比較一下 OK 基本上它還是有效果,這邊可能我再 白色再刷一下這邊好了 不對,應該是顛倒 這邊應該其實還是要比較黃一點 然後再來是這邊這個色調的區域 我看一下 色調區域其實影響有點太大了 其實應該這個翅膀這一區應該是比較亮的 因為它會受光嘛 所以 我會 對,我會把這個遮瑟片刷掉 一部分喔 甚至可能更亮吧 對,應該好像再亮一點 對 這樣子的話 看起來好像就這邊其實不應該要套耶 因為它會受火光影響 對 所以 應該說我可能是 全部填上黑色 對,然後呢 這邊用白色的筆刷去刷這一區 這個影響 OK,這邊是Curve 好,這個Curve的影響範圍呢 這邊好像似乎應該也要 弄掉一些喔 所以這邊也是點到這個遮瑟片 然後這邊用黑色筆刷 去刷掉一些 這個影響 好 好,再來呢 這邊這個火光 其實這邊這一區應該會有一些黃色出現喔 所以我這邊最快的方法 我可能會用 新增一個塗層 然後去刷一些黃色喔 比刷叫出來 然後Auto竟然就不放 去抓這邊的顏色 它顏色都沒有抓得很準 OK,這樣子吧 OK 好,這邊呢 現在這樣子刷一下顏色 刷 這個顏色 這個不用太擔心喔 我們這邊呢 先刷了以後呢 這邊先Ctrl T 然後這個 等一下等一下 這個混色模式要先改成Screen喔 這個疊起來會變亮的 然後再Ctrl T 再... 等一下等一下 不要用這個好了 用高色模糊好了 Blur裡面的Gaussian Blur 好,那再來呢 我可能再疊一層 Ctrl J 那疊到這個第二層呢 我會把上面這個東西先刷掉 我可能會有Eraser 那Eraser呢 要適合避免語化 不能是銳利的喔 然後這個Eraser要... 它的流量啊 什麼的 調差不多低一點 因為上面其實 畢竟沒那麼亮 這裡其實也是喔 這邊也是 再刷一下好了 OK 因為下面應該比較亮 OK 好,這邊好像我試試看 Ctrl加E喔 ABCD的E呢 去... 把它可以合併塗層看看 喔,還行 這邊好像還可以 稍微再淡一點 淡一點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這樣還算可以 好,再來 呃... 我想要有一點 這個旁邊 看一下 這邊我們看一下 看有沒有什麼可以取金的 好像應該來一點Fog喔 就是像霧一樣的東西 這個其實好像已經有了 我們先試試看 來一點Fog喔 然後等一下再試試看 能不能來一個光線 是集中在中間的 效果喔 Fog 首先呢 先看 這邊呢 會不會有一個 像... 有一個Cloud OK 喔 但這個Cloud 其實應該是用 白色會比較好 對 然後再套一次 Filter 的 Noise 的... 不是這個 是Render裡面的 Cloud OK 這個Cloud好醜喔 有沒有別的 可以用啊 Different Cloud 是什麼 Different Cloud 我告白了 就這樣就好了 那這個 Cloud呢 基本上呢 我們是把它射混色模式 一樣是Screen Screen OK 那這個 塗層的 不透明度 要先降一下 然後呢 我們其實 基本上沒有希望 它出現那麼多 我覺得 大概就是在前面 一些區域喔 所以呢 這邊一樣 改一個遮瑟片 然後這邊呢 用... 筆刷工具喔 黑色的筆刷 刷掉不要的區域 OK 我們這邊看一下 好 有了 有那個效果出來了 OK 再來呢 我希望 呃... 做這個的時候 對 我旁邊想要有一圈 比較黑的區塊出來 凸顯這個 這個區塊 所以我試著 新增一個圖層 然後這個圖層 我用黑色筆刷 好 我試著去刷 現在就完全是刷 黑色圖層 沒有用什麼奇怪的東西 然後這邊 把混色模式 改成Multiply看看 所以現在畫面的 焦點是集中在中間喔 那這邊可以用 Eraser IBCDE的E 奇怪 Eraser為什麼會切到這裡來 大血鍵我有開嗎 沒有啊 喔 Eraser開了 開了開了 奇怪怎麼會 跳來跳去的 然後這個霧的地方 這邊好像也是用 比刷黑色的再刷一下 好了 這邊好像中間 不太希望有太多霧喔 對 淡一點 欸 好像還是刷回去上 好 那這邊我再看一下 嗯 慢慢有那個感覺啦 哇 好像有點髒喔 上面這一層 不透明度 調一下 有 視覺已經集中在中間喔 那這邊呢 因為這個鍵啊 跟這個 嗯 對 這樣隱隱約約 其實我覺得OK喔 好 那但是 像這裡我好像 想要再黑一點 我這邊再用刷工具 對 刷黑一點 這個再黑一點 好 OK 像這個 好像還行啊 不然就先到這邊吧 我看一下 save save 基本上這邊的光線其實應該是更強的喔 我是覺得有點 好像沒有把它調出那個感覺啊 騎士的 這一段 其實這個應該好像再更強一點才對 所以 flam 上面這一層 這層是什麼 OK 所以我這邊好像應該再新增一個調整圖層 是在最上層好了 新增好了 這邊直接把曝光值給拉起來 exposure 我要拉的是中間區塊喔 中間區塊再拉亮一點好了 Gamma Correction Gamma Correction OK 好 這邊的主要是 我看一下 欸這個怎麼整個拉的感覺好像還比剛剛這樣好 哎呦好像是耶 其實這樣子好像就差不多了 OK OK 那不然 可是中間這個地方 我看一下 喔可以拉可以拉 好 先這樣子 save 多存幾個檔 免得大家出錢 save Night B Night A OK 好那今天就先做到這裡啦 OK